以前會有很多質疑 不肯定的事情 或者戰戰兢兢 現在的我很多事情都肯定了 還有會勇敢了 我覺得Questions這首歌救了我 明白恐懼有時是會必然的 而恐懼可能是因為未知 而未知就可能因為你已經去到一個新的章節 你要升級了 你不會再在後面 你要繼續一步一步地向著你想去的地方 你心中的夢想去進發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懷著的心態去過每一天 青空 鳥是自由嗎 鳥是自由嗎 魚是自由嗎 魚是自由嗎 一個我經常都很想知道的概念 就是究竟這三個本歌的自我超過是什麼呢 今次因為Questions這首歌 是關於認識自我 和探索自我的一個主題 我就想可不可以 將這些哲學的小小的啟發 放進去MV裡 而MV的概念就是自我 它去認識本我和超我 原來有這兩個我的存在 然後就去認知到他們 然後跟他們合一 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我 去變成一個完整的自我 去之後的旅途 所以在裡面提出一些 一直都很想問的問題 就是我有沒有權利去創造自己的生命 我過去好像經常都拿著自己 不讓自己出來 去幻想我想怎樣 所以很多時候都很被動 我如果從現在開始想推動回rock music 可以不可以 雖然過去經過很多失敗 就是可能我試過架跟樂隊的時候 有些碟想出不來 而我覺得它是一個 可以很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過程 因為這個過程沒有人會judge你 最重要你不要judge自己 出道成為歌手之前 其實都玩了音樂很久 我有鞏樂隊 有自己寫歌 一直都游走於不同的類型之中 一直都沒有想定型自己 可能大學的時候鞏樂隊 我就玩比較重型的音樂 是Emocore、Metal 我自己剛剛有一部琴寫歌的時候 有寫一些比較迷幻的電子音樂 去到去年就會做一些比較清新一些 一些比較easy listening的音樂 而今年的這個改變 就好像是將過去的自己融合在一起 然後找回自己的core 就是我最愛的rock music 然後就寫了questions這首歌出來 根據偉大的王家居先生說 搖滾就是源自於搖擺音樂 就是來自於黑人區的搖擺音樂 是一種窮人的音樂 直到之後 貓王的出現 貓王他也是用一種搖擺的曲風 加上他的聲音好像是黑人 就混合了兩種方法 所以很多人都說貓王是搖滾惡之父 直到之後就衍生了很多不同的rock 有punk rock 有bretish rock 有很多glam rock grunge rock 有很多不同的搖滾惡之生 而對於我來說 他是一種很直接表達一種虛幻的在體 就是那些歌詞 究竟他在說甚麼呢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當然有很多無眼的解釋 但其實他可能真的那一刻 潛意識寫作就這樣寫出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他的那種情感是很raw的 他直接就是我是這種情感 但他又多了一層詩意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種音樂是很棒的 CREATE YOUR GAME CREATE YOUR GAME CREATE YOUR GAME No matter what they say